2023年台湾生育率在全世界227个国家中 名列最后一名 各山市政府推出各项补助要来催生 陶渊市府6号宣布好运专车即将上路 每一位孕妇可以来申请一张好运卡 那么一直到产后的7个月 都可以使用这好运卡 去搭乘我们的计程车队 那么一共有9000块钱的额度 陶渊市府与悠游卡公司合作 每位孕妇可以申请一张专卡 每趟最高补助250元交通费 总计补助9000元 第二台 那你之前是怎么去产检 我刚好产检就是真的坐计程车 所以这个政策真的太棒了 因为有时候像产检 也不一定每次先生都可以一起陪同产检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政策真的很 对我们孕妈咪来说是真的很方便 而除了桃园外 目前全台有双北新竹 嘉义高雄市及屏东县 都有提供孕妈咪专车补贴福利 透过加码补助提高大家享生的意愿 让妈妈产检路顺畅 平安生下国家未来主人翁 新唐人雅的电视 林天心张连杰 他们桃园员采访播的 房子 林天心张连杰 林天心小帝 林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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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